迪鹰好闺蜜罗佩颖说话了!相信孙安佐是好小孩。 罗佩颖表示十分担心迪鹰,不过她相信孙安佐是个好小孩,老天爷会疼她的。 图翻射罗佩颖,迪鹰脸书,2018406。 孙鹰,迪鹰的儿子孙安佐,在美国闯下大祸扬言开抢攻击学校,目前当地警察仍在调查此案,而孙鹰和迪鹰为了儿子,卖房筹钱聘请王牌律师。 目前关于孙安佐的案情发展,外界揣测不断,对此迪鹰的好闺蜜罗佩颖今天说话了。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,罗佩颖十分忧心迪鹰,被问道是否担心迪鹰。 他回答,of course,并强调更担心孙安佐,不过他把其表示,已经有最好的律师在处理了,吉人自由偏向,一定有最好的结果,我坚信,他是个好小孩,老天爷会疼他的。 罗佩颖跟迪鹰曾上节目大谈认识经过,在秀场时期,罗佩颖嫉妒迪鹰的长睫毛,而迪鹰则嫉妒罗佩颖的好身材,不过两人却没有因此交恶,反而成为好闺蜜,迪鹰还说罗佩颖是高级朋友,可见两人交警深厚。 罗佩颖曾在节目中表示觉得迪鹰管教儿子太严格,怕到时候小孩叛逆其实他会伤心,要他别难过,并展现代子风范告诉迪鹰,我是奶朋友,我会一直陪住奶。